iPhone防水防尘等级 近年发布的iPhone防波、抗水与防尘 达到AEC60529标准的IP68等级 在最深达6公尺水中最长可达30分钟 AEC60529是国际电工委员会 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Commission制定的一项标准 它定义了产品防水等级的分级方法和测试方法 这个标准用于确定产品能够承受的水压级别 并被用于各种产品如手机、电脑和家电等 iPhone皆具备防波抗水与防尘功能 并且已在受控管的实验室环境条件下测试 达到AEC60529标准的IP68等级 在最深达6公尺水中最长可达30分钟 防波抗水与防尘功能非永久状态 并可能随日常使用造成的耗损而下降 iPhone液体损坏不保固 请注意和其他手机厂牌一样 iPhone液体造成的损坏并不在保固范围内 如果液体导致iPhone损坏 例如咖啡或汽水 液体损坏维修服务不在苹果一年有限保固范围内 但您仍可享有消费者保护法所保障的权益 2006年以后所生产的iPhone内建液体进入指示器 会显示装置是否曾接触到水或含水液体 iPhone弄湿了该怎么办 一、若是非清水的液体泼洒到iPhone上 请用自来水冲洗受影响的区域 二、使用柔软 雇起毛絮的布例如是静步擦前iPhone 先确认iPhone是前的之后 再打开SIM卡托盘 若要将iPhone弄前 请将Lightning连接器朝下 并用手轻轻拍打iPhone 以甩掉多余的液体 将iPhone放在通风的前噪区域 将iPhone放置在风扇前方 让凉风直接吹入Lightning连接器 可能有助于前噪流程 请勿使用外部热源将iPhone烘弦 或使用异物例如棉布或纸巾 插入Lightning连接器 iPhone湿了可以充电吗 如果iPhone已经接触到液体 请拔除所有连接线 并在装置完全前噪之前 不要加以充电 在iPhone潮湿时使用配件或充电 可能会损坏你的iPhone 请等候至少5小时 再使用Lightning连接线充电 或连接Lightning配件 若为无线充电 请使用柔软 不起毛续的布 例如是静布来擦浅iPhone 请确保擦浅iPhone后 再将iPhone放置在相容的无线充电板上 能带iPhone去游泳 潜水吗 一般来说 iPhone不是防水的 所以不建议在水中使用 如果您想要在游泳时使用iPhone 可以考虑使用防水手机套或防水壳 但请注意 潜水深度可能超出防水手机套或防水壳的防水等级 所以建议使用专业潜水相机或防水高级相机 苹果官方也建议用户不要带iPhone去游泳 入浴滑水、潜水、冲浪 在烤箱或蒸汽式使用iPhone 或是刻意将iPhone浸泡在水中 在烤箱里面上